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差他去跟法老座要求 法老座说我不认识神 并且加他们苦工 然后百姓就在摩西面前埋怨 然后就是摩西到神面前埋怨 是不是全 cycle 我们看一下这章经文跟我们说什么 后来摩西亚伦对法老说也会说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用我的百姓去在抗野向我守折 后来摩西亚伦对法老说 要和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折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说话 其实是约发了神对摩西的猜派 这个讲法是约发了神对摩西的猜派 第一他说以色列的神 第一他说是以色列的神 其实耶和华能够作出这个要求 因为他是全地的神 耶和华能做出这个要求 因为他是全地的神 然后说容我的百姓去后面 又再加上在抗野向我守折 然后容我的百姓去 在后面又加上在旷野向我守折 好像他们放假去守折 好像他们放假去守折 这句话可能是摩西听到神这样应许他 这句话可能是摩西听到神这样应许他的 他问我凭什么让百姓知道是你猜我来呢 他说我凭什么让百姓知道是你猜我来呢 神就跟摩西说当你带着百姓来到这个山上 来到敬拜我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我猜派你的 然后神就跟他说 当你带着百姓去山上敬拜我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我猜你的 所以摩西隐约知道 其实这个出埃及的目的是去到山上面敬拜神 所以摩西隐约的知道 这个出埃及的目的就是去山上为你敬拜神 这个守折 原文的意思是去守一个折旗的 这个守折原文的意思就是去守一个折旗 但是当时以色列没有任何的节旗 大家知道其实在古代没有假日 大家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假日的 什么时候可以放假呢 就是去向神来守折的日子 什么时候可以放假呢 就是向神守折的日子 今天我们每个礼拜安息日其实太好了 现在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安息日 实在是太好了 好像以色列人其实一年只有三次去守折 好像以色列人他一年只有三次去守折 所以法老听起来好像有些事情不是很对落 所以法老听起来有些事情好像不对 第一他就说耶和华是谁 第一他就说耶和华是谁 叫我听他的说话 叫我听他讲呢 因为以色列的诸 在埃及的诸神里面 其实没有耶和华这个名字的 其实在埃及的诸神里面是没有耶和华这个名字的 而且法老已经在埃及诸神里面 坐在最高的位置 而且法老在埃及的诸神里面坐最高的位置 他是太阳神的儿子 他是太阳神的儿子 他说我都没听过谁叫耶和华 他说我都没有听过谁叫耶和华 你凭什么来吩咐我叫百姓来离开呢 你凭什么叫我吩咐让百姓离开呢 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 其实这句话是真实的 其实这句话是真的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会用以色列人去 那摩西亚伦呢 我们就见到他们好像有点却步 我们见到摩西亚伦有点却步了 他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他说求你用我们往抗野去走三天的路程 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求你用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其实他们的说话空间很有限 其实他们说话的空间很有限 因为法老不听废话的 因为法老不听废话 你没有办法很仔细去解释 你没有办法仔细地解释 但是他说出一个真相就是 我们在抗野遇到耶和华 但是他们讲出一个真相就是 我们在旷野遇到耶和华 他是希伯来人的神 他是希伯来人的神 然后就求你给我们去抗野去 然后说求你给我们去抗野 他们好像量过那样 走三天的路 他们好像是量过了 要走三天的路 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这个就是他们的请求 这就是他们的请求 但后面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后面他又说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为什么不是攻击埃及人呢 为什么不是攻击埃及人呢 大家见不见到其实 摩西亚伦的说话是夺着的 就是摩西亚伦他们说话是让着说的 如果我们不去敬拜 他就会来攻击我们了 如果我们不去敬拜 他就会来攻击我们了 所以求你给我们去吧 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攻击埃及人 不是攻击以色列人 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攻击埃及人 不是要攻击以色列人 所以当我们见到摩西亚伦 每句话都是量着地说的时候 其实那个焦点是不准确的 所以我们看到亚伦跟摩西他们的话 都是两者来说的 我们就知道他的答案是不准确的 那个焦点是不准确的 是对不准焦点在神的身上 他们没有办法把焦点对在神身上 当然他们也知道对于法老来说 耶和华是谁 这个还是一个问题 当他们知道对于法老来说 耶和华到底是谁 这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作为耶和华 话语的出口 其实他们是做不到的 其实作为耶和华 话语都出口 他们是做不到的 他们是大量折扣了神的说话 他们把神的话语打了折扣 当然面对法老的威严 他们是不敢讲真相 当然面对法老的威严 他们不敢讲真相 如果有什么灾难 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灾难 如果有什么灾难 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灾难 求你给我们出去 因为我们要去到敬拜这个 在旷野遇到我们的神 求你给我们出气 因为我们要去 祭拜那个在旷野遇见的神 正因为他们是对不准的焦点 就是因为他们对不准焦点 所以法老其实是 顺着他们的说话 来回应他们的 所以法老是顺着他们的话 回应他们的 法老明白了 法老明白了 他说摩西亚伦 为什么你叫百姓来抗工呢 他说摩西亚伦 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抗工呢 为什么叫他们去放假呢 为什么让他们放假呢 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他们应该来做事的 他们是要来做工的 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 如今更多 你竟叫他们揭下担子 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 如今众多 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因为法老顺着摩西亚伦的说话 因为法老顺着摩西亚伦的话 以为这帮百姓要去放假 以为这群百姓是要去放假 要去到守节 要去守节 其实他们应该做事的 其实他们是要做工的 你讲什么节旗啊 讲什么耶和华 你讲什么节旗 讲什么耶和华呢 法老其实 基本上是不理会摩西的说话 法老基本上是不理摩西说的话 摩西的说话不够力度 摩西说的话不够力 不够力度 力度不够 没有产生到这个效果 没有产生这个效果 其实法老真的不认识耶和华 所以我们都是可以去接纳 摩西亚伦 暂时这样来跟法老说话 所以我们也可以接纳 摩西亚伦暂时这样跟法老来说话 所以一到五节是摩西亚伦对法老的请求 所以一到五节是摩西亚伦对法老的请求 六到十八节就是摩西吩咐督公 对以色列人加压 六到十八节就是摩西吩咐 法老吩咐督公 对以色列人加施压 怎样来到加压呢 怎样去施压呢 是加重压力 是加重压力 是加压 是加压 对了 跟他们说 他们平时照常用草来 你们照常是给草叫百姓去做尊 他说你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尊 现在叫他们自己去撿草 不过做尊的数目要维持一样 不过做尊的数目要维持一样 功夫一点都不可以减 因为他们是懒惰的 因为他们是懒惰的 这个就是法老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因为他们懒 他们想不做事 他们想去敬拜 这就是法老的印象 说他们懒 他们想放假 想去敬拜 所以来到呼求 荣耀我们去制治我们的神 所以呼求说 荣耀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 其实神的心意就是 荣耀我的百姓离开埃及 所以神的心意就是 荣耀我的百姓离开埃及 不是三天去敬拜之后 又回来埃及地再做苦工 不是说三天敬拜之后 然后再回到埃及地做苦工 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所以法老说 要将更重的功夫加 在这些人的身上 所以法老说要把更重的功夫 加在这些人身上 叫他们牢牢不听虚荒的言语 不要听这些废话 更努力来到工作 努力地工作吧 那督工和官长出来 就重复这番话了 然后督工跟官长出来 就重复这番话 我们不再给草理了 我们不再给你们草 你们在哪里找到草呢 你们就去做吧 原来古代他们做砖 要将草和水泥和在一起 原来古代做砖 是要把草和水泥合在一起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发明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发明 如果他们用石头来做建造 如果他们用石头来建造 每一个石头要重新来到 叫做 就是切到它刚刚大小 如果用石头去建造 就把那个石头切得刚刚好 才可以来堆砌来建屋 才能把它切起来 才能建房子 并且这样的石头的数量 是非常有限 并且这样的石头数量是有限的 但是当他们去做砖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去造砖的时候 只要做好 倒水泥的模 其实是可以无限那么多砖来产生出来的 只要你把那个模子做好 就可以有无限的砖造出来 不过只是水泥 不够那种黏力 来成为砖了 不过那个水泥没有办法 用那个粘力去造成那个砖 一定要加上草 一定要加草 这个就有那种结实的能力了 就有结实的能力了 那现在就不再给草以色列人 要他们自己去找 那现在就不给草以色列人 让他们自己去找 那又督工就去埋怨他们第十三节 然后呢十四节 十四节督工去埋怨他们 就是扎打他们 去派以色列人的官长就说 为什么你们昨天 今天没有向照来的数目做尊 缘你们的工呢 折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 你们昨天今天 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尊 玩你们的工作呢 是扎打他们 是折打他们 用皮鞭来到边打 这些以色列的官长 用皮鞭来打这些以色列的官长 我们看到 当时这个努力制度 是一层一层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的奴隶制度 是一层一层的 埃及文的官长 没有直接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 埃及的官长没有直接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 他们将以色列的百姓组织成为 有他们自己当中的官长 他们把以色列的百姓组织 他们当中的自己的官长 一方面要向埃及人来负责 一方面让埃及人来负责 另一方面就是要监管他们属下的百姓来工作 另一方面就是监管他们属下的百姓来工作 所以这里最低限度有两层的中间管理层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它中间最少有两层的管理层 一层是埃及的管理层 一层是埃及的管理层 一层是以色列的管理层 一层是以色列的管理层 埃及最高的管理层就回到法老那里 那埃及最高的管理层就回到法老那里 所以法老是不向以色列的官长来说话的 所以法老不向以色列的官长说话 它向自己埃及人的官长说话 而埃及的官长就对以色列的官长来说话 然后埃及的官长就跟以色列的官长来说话 然后这个施压是以色列的官长给自己的百姓的 然后这个施压是以色列的官长给自己百姓的 第十五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埃及法老 为什么这样来带你的仆人呢 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是向法老来反应的 其实他们不懂祈祷 如果我们说法老不认识耶和华 其实以色列的百姓也不认识耶和华 那摩西是否认识耶和华呢 那摩西是否认识耶和华呢 这个阶段也是太早期了 这个阶段也是太早期了 摩西是越来越认识耶和华 摩西是越来越认识耶和华 不过不是这个阶段 不过不是在这个阶段 所以百姓向摩西来埋怨呢 摩西是向耶和华来埋怨 所以百姓向摩西埋怨 摩西就向耶和华来埋怨 他们还没有完全相信神的话 然后他们就来埋怨法老 我们看一下他们怎样向法老埋怨 我们看他们怎样向法老埋怨 他说那些督工不准草我们 并且叫他们说你们去做砖 看啊你仆人挨了打 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挨了打还要认是自己的错 挨了打还要认是自己的错 是啊 是我们错 我们想偷懒 我们想去敬拜 我们没有好地来做事 这次我们被打 求你松下手 是啊 是我们懒 是我们想去敬拜 我们这次挨打 是因为我们自己错的 所以求你松松手 他们挨打还要认错 所以我们看到法老的威严 所以我们看到法老的威严 真的是很大 这些督工只敢在法老面前来哀求 并且承认是他们自己民族的错 是他们百姓的错 是他们百姓的错 所以其实所有问题都不对交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对交 他们的说话中间是没有神的了 是百姓的错 是百姓的错 但是法老怎么来到理解这番说话呢 但是法老来怎么理解他们这番话呢 你们是偷懒的 所以你们是偷懒的 你们是偷懒的 所以说荣耀我们去祭祀的和话 所以说荣耀我们去祭祀耶和华 你们想去放假吗 你们想去放假吗 现在你们去做事了 你们现在去做工吧 草就不给你们了 草就不给了 但是专的数目一定要交 专的数目一定要交 法老越来越深刻他这种想法 法老就是想法得越来越深刻 就是这一群的百姓想放假 想透过一个宗教理由去放假 通过一个宗教的理由放假 他们不想再做事 他们不想再做工 好 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是最后一段 十九到二十三节是最后一段 就是以色列对神的埋怨 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现在遭遇和患 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遭遇和患 其实做了这么多年苦工 开始已经习惯了不觉得一种和患 其实做了那么多年的苦工 他们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是和患 但是现在没有炒作砖就来祸患了 他们出来的时候见到摩西亚伦 他们就向摩西亚伦说 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 他们就跟他们说 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 不是监察我们是监察你们 不是监察我们是监察你们 你们有没有传错的东西呢 你们有没有传错呢 愿耶和华实行判断 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神福面前 有一臭命将刀遞在他们手中去杀我们 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 有了臭命把刀遞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这个就叫奴隶心态 这就叫奴隶心态 做了那么多年的奴隶 其实我们都习惯了 做了那么多年的奴隶 我们都习惯了 摩西亚伦你要走来搞什么呢 搞到我们的名字都臭了 搞到我们名声都臭了 你简直是将刀来奴隶给法老和督工要来杀我们 你简直是把刀地的法老和督工要来杀我们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奴隶心态吗 以前马克思就对宗教有一个分析 他把宗教称作人民的鸦片 当时的一幅漫画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双手伸出来被手鸟扣住 然后手鸟上面有一朵花 然后手鸟上面有一朵花 就成为这些做苦工的人 这些做奴隶的一种安慰 就是这些做苦工的人 做奴隶的人的一种安慰 这一朵小花就是宗教了 其实大家都甘愿做奴隶的 其中一样东西使他们继续做奴隶下去呢 其中一样让他们继续做奴隶下去呢 就是手鸟上面这朵的小花 就是手鸟上面的这朵小花 给他们有安慰 给他们有盼望 将来去到天堂他们就自由的了 所以他叫这个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所以他把宗教称为人民的鸦片 但是摩西现在来乱搞 要把刀抵在法老的手上 要把刀递在法老的手上 使他们有臭名 当然我们想回在十八世纪 当共产革命在欧洲来到兴起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不敢出来的 其实很多人是不敢出来的 所以他们共产宣言之后 伟大的工人我们要一起起来 所以他们伟大的宣言是 伟大的工人我们要一起起来 我们要推翻这个压制的制度 我们要推翻这个亚制的制度 大家不要忘记马克思其实是个犹太人来的 大家不要忘记了马克思是犹太人来的 这种解放神学其实是从圣经而来的 这种解放神学是从圣经而来的 当然马克思是非常之不准确地对焦了 当然马克思是非常不准确地对焦了 他认为所有都是不同的阶层的一种斗争 他认为很多都是不同阶层的斗争 其实他没有从神以来的那种差牌 或者那种使命 但是他没有从神来的差牌或者是那种使命 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其实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奴隶生活了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努力的生活 为什么你要来搞这么多东西呢 为什么你要来搞这么多呢 其实这些说话都挺难听 其实这些话是很难听的 真正就是要摇动摩西他的核心 就是要摇动摩西的核心 他就回到神的面前 他就回到神的面前 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 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 其实是法老苦待这百姓 其实是法老苦待这百姓 为什么摩西会说是你来苦待这百姓 但为什么摩西会说是你苦待这百姓 因为你差派我和法老讲话 是因为你差派我跟法老说话 而法老是很不开心 所以他要苦待百姓 而法老就很不开心 所以他要苦待百姓 一切的东西都是由你搞起的 一切的事情都是你搞起来的 还有啊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呢 还有啊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呢 这是摩西的暗盘来的 这是摩西的暗盘 就是最好不要叫我去搞这些东西了 他说最好就不让我去做这些事情了 事情告一段落就好了 事情告一段落就算了 为什么要牵连我下去呢 为什么要把我牵连进去呢 摩西完全不记得 摩西完全不记得 或者心里面还有很多犹豫 或者是心里还有很多犹豫 因为神在山上跟摩西说 因为神在山上跟摩西说 我要使法老硬心 我要使法老硬心 其实法老整个的表现 就是一种硬心的表现 其实法老整个的表现 就是一个硬心的表现 神其实一早就知道 神其实一早就知道了 并且他要继续使法老的心越来越硬 并且他要继续让法老的心越来越硬 因为百姓不是去放假 因为百姓不是去放假 不是去守节 不是去守节 他们是要离开埃及 他们是要离开埃及 所以这些这么弱鸡的理由 神是不要的 所以这么小的理由 神是不要的 神要很重地出手 我们见到其实百姓 是不愿意离开埃及的 其实我们知道 百姓不想离开埃及 如果他们再继续这样做奴隶下去 他们可以做多一千几百年 没有问题的 如果继续让他们做奴隶呢 他们可以做多一千几百年 没问题的 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已经都做了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你不让我们做下去呢 为什么不让我们做下去呢 为什么要把刀 在法老的手上来杀我们呢 为什么要把刀 递在法老手上来杀我们呢 他说自从我去见法老 奉你的名说话 他就苦待着百姓 他说自从我去见法老 奉你的名说话 他就苦待着百姓 他是奉神的话 来到向法老说 他是奉神的话 去跟法老说的 百姓就被苦待 百姓就被苦待了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 你得过讲字的 你没有做事啊 你只是说而已 你都没有做事 You do nothing You do nothing 你没有做过事啊 你没有做过事的 现在我就丢了脸了 现在我就丢脸了 而百姓呢 是受苦待啊 而百姓呢 就受苦待啊 神你做过些什么啊 神你做过什么呢 你猜派我 你看下场是这样的 你猜派我 你看下场是这样的 那你的章是这里结束了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见到什么呢 那我们见到什么呢 就是摩西亚伦去见法老 就是摩西亚伦见法老 法老就叫督工来加压 给以色列的官长和百姓 法老就叫督工加压给以色列的督工和百姓 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就回来找摩西 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就回来找摩西 然后就摩西去找神 然后摩西就去找神 我们见到整个情态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反攻击 我们看到整个情态就是属灵的反攻击 但是我觉得中间最脆弱的就是 摩西亚伦信不过神 但是我觉得中间最脆弱的就是 摩西亚伦信不过神 所以在路上面神要追杀摩西 所以在路上面神要追杀摩西 因为他没有定义叫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希伯来人 因为他没有定义的让他儿子成为一个希伯来人 他跟他外父说我只不过去探亲的而已 他跟他岳父说我只不过去探亲 探亲就可能会回来的了 我探亲完了可能就回来了 但是神要摩西是一心一意去的 但是神让摩西一心一意去 并且要摩西正面地面对跟法老的冲突 并且让摩西正面地跟法老有冲突 你扣起我的儿子 你扣起我的儿子 我要杀你的长子 我要杀你的长子 这个就是摩西传过的使命 这就是摩西所传的使命 其实是非常血腥 其实非常的血腥 是不容许摩西用一些软化的说话来跟法老来讲的 是不容许摩西用软化的话跟法老说 或者给摩西有后路是可以回去米殿的 或者是给摩西有后路可以回去米殿 其实大家都没有后路 其实大家都没有后路 收到神这个猜牌 收到神的这个猜牌 是要全力和全心地来到向前 是要全心全力地向前 并且向法老说话一点都不要口远 并且跟法老说话一点都不能口软 但是当然法老是一个非常之有声威的君王 当然了法老是非常有声威的君王 并且压制了以色列人这么多年 并且压制了以色列人这么多年 那叫摩西亚伦忽然之间撞起胆子来 这样跟法老说话其实已经是人头落地的了 其实让摩西亚伦壮胆这样跟法老说话 其实已经是人头落地的了 他们能够保住命 他们能够保住命 因为他们说话有分寸 因为他们说话有分寸 但是这些有分寸的话全部都不对焦 但是这些有分寸的话都不对焦 让法老心里面有一种的想法 让法老心中有个想法 他们已经不想再做苦工了 他们不想再做苦工了 他们想去放假 他们想去放假 第五节那里说 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更多 你们请叫他们揭下胆子 你们请叫他们卸下胆子 就是个个不用做事 而这么多人 你想怎样 就是这么多人 你不想做工 你们想怎样 都很难养起这么多以色列人 也很难养嘛 这么多以色列人 并且他们会搞事 并且他们会搞事 这个这样来到奴役 以色列人已经是一种国家政策 这种奴役以色列人 已经成为一种国家的政策 怎么可以松手呢 怎么可以叫他们放假呢 怎么可以叫他们放假呢 一定会搞到很乱 一定会弄得很乱 那读完这一章 我们有几个反省 那读完这一章 我们有几个反省 第一摩西 他其实不应该 来到用一种软化的语气 来跟法老说话 第一摩西不应该 用软化的语气跟法老说话 不过这个是 整个交谈的起步点 不过这是整个交谈的起步点 用一些柔软一点的说话 其实我们都可以容许得到 用一些柔软的话 我们也可以容许 第二点就是 法老根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 第二点就是 法老根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 那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人放假 去敬拜他呢 那为什么让以色列人放假 去敬拜他呢 不过呢 摩西是没有很清楚的记得 不过呢摩西没有很清楚的记得 神是要使法老硬心 神要使法老应心 这个不是事后的说明 这不是事后的说明 是事前的说明 是事前的说明 就是说神知道的事态 会这样来发展 就是说神知道事态会这样发展 摩西要对神的说话有信心 就是说我们在事奉里面 要跟着神给我们的领受 就是说我们在事奉里面 要跟着神给我们的领受 不是到时有一些 叫随机应变 不是说到时的一些随机应变 我们开始相信神 就要继续相信神 我们开始相信神 就要继续相信神 祂已经知道一切 祂已经知道一切 祂有准备 祂会行事 祂有准备 祂会行事 第三呢 我们看到摩西来到神面前 在那里埋怨 第三呢 我们看到摩西来到神面前埋怨 你可以说祂是完整了一个 沟通模式 你可以说祂把一个沟通模式完整了 但其实祂是信不过神 但其实祂信不过神 你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呢 你一点都没有动手 没有拯救他们 你一点都没有动手 没有拯救他们 应该说这些说话都是 当时的阶段摩西的体见 应该说这些话是 当时那个阶段摩西的看见 如果祂再看多一点 如果祂再看多一点 祂就会见到耶和华开始来做事了 祂就看到耶和华开始做事了 有时我们对神的埋怨来得太快 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埋怨来得太快了 对祂的信心太慢 对祂的信心太慢 给神做事的空间太小 给神做事的空间太小 其实神会做事的 其实神是会做事的 当时在第五章的经文里面 但是在第五章的经文里面 其实除了法老不认识神 除了法老不认识神 其实我们见到以色列民他们不认识神 所以他们受到这个压迫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到神面前去呼求 所以他们受到这个压迫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到神面前呼求 他们只会向法老呼求 他们只会向法老呼求 并且在法老面前认错 并且在法老面前认错 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他说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那这样法老怎么会来放他们走呢 那这样子法老怎么会放他们走呢 怎么会放轻这个工作的要求呢 而第五样东西我们看到 连摩西自己都不认识神 神你没做事 所以我们这里有个结论 其实我们以为自己很认识神 去到这些真实的争战的场面 我们发觉我们还没认识 到了真实争战的场面 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真正认识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始终来相信祂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始终的相信祂 而法老他是逐渐地来认识耶和华 而法老是逐渐地认识耶和华 神和摩西说 我要法老来认识 神跟摩西说 我让法老来认识 我耶和华是普天下的神 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神 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神 是全地的神 是全地的神 所以我要出手来击打法老 所以我要出手来击打法老 我们求神来将这种 敬畏祂的心家给我们 我们求神把这种敬畏祂的心家给我们 无论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 遇到什么困难 无论我们今天在侍奉里面 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把握着神的话语 去到宣讲 或者说我们把握神的话语宣讲 但是那个情绪好像很不对 但是那个情绪很不对 神对我们只有一个心意 神对我们只有一个心意 就是更多的来认识祂 就是更多的来认识祂 因为祂是全天地的神 因为祂是全天地的神 我们要敬拜主 我们来敬拜主 祂是全天地的神 是全天地的神 感谢观看